今年入冬首波大陸冷气团来袭 天气明显转冷 北部低温已经下探到13度 在高山地区像是花莲灼溪入夜后 都可能来到6度低温 南部低温则是16 17度 这一波大陸冷气团 预计会持续影响到周六的清晨 所以在明天清晨各地的温度 都还是比较偏低的 尤其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最低温 还是有机会来到13 14度 那其他地区像南部跟花东地区的 最低温大概是15 16度 而这波冷气团会带来一些水气 因此中部以北宜兰地区 可能出现降雨 加上温度低 目前新中和地区已经出现结霜 但有没有可能飘雪 气象局表示人要再观察 河幻山它的位置是比较北边 水气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多一点点 但是就温度的部分 它大致都是在要不要下雪的边界 所以是有机会下 但是几率来讲的话 要看整个条件配合 这次全台都能感受到凉意 大约要到周六十七号 冷气团减弱之后 温度才会再回升 所以要提醒民众 这几天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 记者巴扎个子门 台北市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